没有慈悲生命是活那么意义的 所以我们年纪慢慢大了 就觉得 哎呦 赶快把握机会 人生六十才开始 因为现在稍微懂一点点 一点点佛法 稍微有一点体悟 这个叫随着年纪而体悟的 我33岁学佛 35岁出家 到现在讲 观念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刚学佛 第一部念的经就是 观无量受尽 哇 这一部好 那后来又读了地藏经 哇 这一部更好 然后就会有比较 后来又去读了南传巴黎文 哇 这个更快 然后就马上 我要去修南传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虽然有法系 但有分别 碰到一个都说那个好 碰到那个说那个好 那有好就有不好 就有分别 出家好 在家不好 现在出家在家都很好 因为修行不分 出家在家 每一部经都是佛讲的 没有不好的 不一样的人 必须要读不一样的经 对不对 它适合那个 它适合那个 所以各位 你去不单去 尼泊回来 你就会 ומ� patutter 不知道要读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讲 OMMAT 就是往生净土 就是心在莲化 就是慈悲的意思 但是对我们汉人来讲 阿弥陀佛 是一样的 但是你不要冲突 人家念阿弥陀佛 你就往生obt 你搞不清楚 人家阿弥陀佛 你就阿弥陀佛 就是一样 佛的心是一样的 嘴巴不一样 难道他讲广东话 你说你念错了 广东话怎么念 心是一样 所以只是文化不一样 他修四圣地 他修六波罗蜜 他修道次地 都一样 因为佛是告诉你 先把你拉到这个阶段 你自己就会爬到这个阶段 这个人追求人天福报 这个人追求解脱 这个人追求利益众生 这个人追求成佛利益众生 没关系 反正都一样 但是你先用他喜欢的 去接引他 你千万不要跑去泰国 一直肯定 你们这些出家人天天吃肉 你们下地狱 你会被打死 人家修行比我们努力 每天跪着 泰国人修行是跪着 然后两脚要压在屁股 然后就开始念一个钟头的经 你去规规看 他们很精进 而且泰国人念经不能拿本子 拿本子不算出家 所以你在出家以前 这些早晚课都要背起来 都要背起来 完全背起来 你才叫正式出家人 所以他们要背整本的巴黎文 有九级考试 跟缅甸一样 你要成为一个最圆满的法师 你不会背 那不行的 那至少分到上中下 那至少下的 就像我们汉人说 五堂功课要背起来 你没背起来不算出家人 我们刚出家就这样 每天在那边背背背背 一直背 哪有人拿着二十林栽 拿本子来看 你还吃饭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要会背 所以我们去借场受借的时候 就我最倒霉 大家第一排的班长 没有一个班长 不会念任言咒 就我一个 我就一直念 然后跟不上他们念 念到打瞌睡 他每天都背钉 这小子看起来这么聪明 很会混 我真的不会背 任言咒那么长 因为我们的道场 好像不太重视 对不对 我如果到惠日讲堂 不念任言咒的 我如果到武功试 还念一点点 但是这样就背不起来 所以因为道场不一样 但是因为任言咒 是一个出家的根本 每一个班长都会念 我看他们眼睛 不像这样 我连看着本子 都会打瞌睡 因为过去是没有 跟任言咒结下好姻缘 而且差一点 毁谤任言咒 我们以前在学院的时候 任言咒非佛说 我就开始传传传 后来我才知道说 不想背的人 就讲这句话就解决了 任言咒非佛说 天啊 现在才知道 我讲得会下地狱 是吧 因为我开始去研究 才知道任言咒的功德 以及把任言咒 带到我们中国的 这一位印度法师的慈悲 他是要把肉割开 整本任言咒 写在布曼 塞到里面缝起来 满一年以后 让人家查不出来 才可以带出来 因为印度那时候 把任言咒当作 国家最高经典 不外传的 但这一位 破落什么地的 这些法师 他知道 汉地在流行佛法 但是他们没有任言经 哎呀 很可惜啊 没办法消除 烦恼魔障 所以他用生命 把他带出来 所以你了解以后 你会痛哭流涕 哎呀 过去误会了 所以我想各位 别人现在在批评什么 你原谅他 他将有一机会 多回向给他 他会觉醒 当他认为 就像我以前是一个 很讨厌放生的人 对不对 人家放生 你们太执着了 如何如何如何 后来我开始研究经典 哇 原来 佛都这么做啊 佛要我们这么做 哎呀 我就人云亦云 对不对 我错了 我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去 去推动 我想就像 喜欢小秤人 毁谤大秤 所以 像四清无助复杀 所以 但是后来懂了以后 弘扬大臣 这样 比别人更努力 所以我想每个人的次第 现在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 但是我们现在 波日经有一句话 很好 来 此事学识 这个时候是学习的时候了 努力的去接近 去学习 去了解对方 所以那一天 我们去天主教堂 我就说 哎 赞将 我干嘛 念玫瑰经 师父你怎么知道我会念 你一定会的啦 我们就会念玫瑰经 那玫瑰经那么短 太好了 因为念给圣母玛利亚听 要不要请她表演一下 不好意思 她会说 换套衣服再出来 事实上 你要做一个菩萨 牧师 神父 先知 老师 你都要做过 因为你要做菩萨 你要了解 儒教是什么 道教是什么 天主基督教的 世间人是什么 你都要做过 所以我上回去 去美国闭关 一两个月顺便做 就有人说 有当地人 说你做过印第安人 我说 对 我一定做过 他说为什么 我喜欢冒烟 因为我从小 看到印第安人在冒烟 我就很兴奋 我就在旁边跳舞 我说 我真的很喜欢冒烟 然后我这次去闭关 就是印第安人神的地方 在亚利桑那州 去那边 他们跟我说 这个地方是印度的神山 所以印第安人的神山 没有人会在上面住 所以感谢任波切 我看他样子也做过印第安人 他样子就是印第安人 所以他会重游 故地在那边 做他的道场 我们也要去那边闭关 那边印第安的神明很强 所以既然到那个地方 那我就闭关就忘了 24小时做烟供 开始冒烟 冒烟那些 所有的动物就来了 印第安的神也来了 这样很不错 所以我认为那是一个气氛 气氛比较重要 一种这种气氛在那边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有这个 念一下 无我入众生 简单的说 你到了印第安 你要变成我是印第安人 你要有印第安人的同理心 来帮印第安人 你要超渡这些动物 我变成猪 我变成狗 变成鸡 感受到他的痛苦 不然你怎么超渡他呢 所以每一个菩萨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你必须什么样的角色 你都要待过 所以佛陀在本身故事里面 除了会伤害众生的动物 他不做以外 所有众生的形象 他都做过 不然你不能够了解对方的苦 然后产生那个同理心 了解吗 广东人碰到广东人都快乐 但是你要显现说 我跟你是同一个的 同一个民族的 同一个形象的 你不能高高在上 这个叫什么 来 破我直 无我像人像 众生像 你要 你要超越这个 你才可以融入 对吧 你不能执着 我是男人 你是女人 这个叫对立 金刚经的意思 是要我们超越所有对立 而融入于众生 他是男人 你变男人 他是小孩 他是动物 他是恶鬼道 所以各位 那就就是观音菩萨 念一下 艳口观音 面然大师 观音菩萨要变成最苦的鬼的形象 所以叫六道观音 六道地藏 六道释迦佛 百千亿化身 你必须完全的融入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像我刚刚一直提到正言法师 我是想告诉各位 你不要说你是哪一宗哪一派 而是说 你跟一位修行者也好 生病的人也好 你要跟他融入在他身上 视病如己 视病如亲 如果我认为我是 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医生 那你只是一个病人 那你就不能感受到他的苦 你就医他的能力就没有了 如果这个病人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自己 那我要如何去帮助他 所以也因为如此 各位如果有机会 应该多接触人群 多接触众生 而且全然的跟他合在一起 也透过你跟他合在一起的时候 融为一体的时候 把佛的心交给他 透过食物 透过爱 透过金钱 透过拥抱 然后把真理给他 把爱给他 把你的功德给他 那这一点 各位要训练 所以在这一点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是哪一个派的 我师父交代 只有一派来 成佛派 我师父说 你不要讲你哪一宗的 但是你到净土宗 你要说 我是净土宗 你到禅宗说 我是禅宗 你到密宗说 我跟你同样 密宗 我也在北面 你到印度教 所以我经常去印度 我很喜欢到印度教去拜拜 为什么 印度教原来很多神 像我们的吉祥天母 就是他们 毕斯佛的太太 对不对 原来很多 很多 牵手观音 这些 财神 原来都跟他们有关系 不知道是佛教融入 还是这边融入 至少融为一体 但是我们去那边 要学习他们 推广素食的方法 印度教 是全世界推广素食最成功了 一天可以推广 四亿份的素食在世界 送给穷人 而且他们 所有人都是一共 大家都来煮 然后就一直送 一直送 推广到美国 所以我到美国 很多印度庙去演讲 他们叫我演讲 吃素的意义在哪里 点灯 他们喜欢点灯 喜欢吃素 所以那你要 你要有印度人的习惯 印度人在点灯 很有意思的 我都很熟 一二三四 我都比他们熟 他们看到我上去 我这个很厉害 因为他们扁脸 他们觉得 这个一样一样 出来我还点了一种红红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 要来哦 记得再来哦 就很多他们看到我 还会哭 我都知道 这个过去中国妈妈的 所以他很喜欢 所以你现在讲什么佛法都接受了 因为我讲的是佛法 他认为那个是印度教的方法 因为是善良 是慈悲 所以但是你不能有对立 所以我现在只是告诉各位 修空性 在文字上告诉我们 破一切像 但是你如何破 那你就要放下你的外表执着 放下你的身体的执着 这个叫什么 来 放下身段 这个词记讲得很好 放下身段 干完做 对不对 你要放下 然后你要跟对方 融在一起 看到狗 你就 你就 哈哈 他也会跟你 哈哈 看到老人 你不能高高在上 哦 你在破变哦 你要跪下来 对不对 比他低 然后呢 看了他的手 跟他笑 跟他 让他快乐 他会讲一句话 你如果做我们 儿子不得了 对不对 那你成功了 你记得 你成功了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最大的 怨也是最大的苦 每次要离开的地方 如果他们叫 苏尼一定明年要再来 不讲这句话 我就很痛苦 我失败了 但是他跟我讲这句话 我又开始痛苦 完蛋了 明年我不会来 因为时间 不够怎么办 都是如此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 结很好 很好的缘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 不要只爱一个人 好不好 不要执着一个人 因为你这样 你会很痛苦 事实上 人有一个圆满的力量 让你去爱 所有的生命 所以你可以对所有的生命 产生更高能量的爱 慈悲 但是如果你 你去只爱一个人 或被抓住了 就像我一样 我要出家前 我觉得我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家人很爱我 特别我太太很爱我 然后她就希望你 永远不要离开她 对不对 我儿子非常的依赖我 但是我儿子很伟大